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给肖战《如梦之梦》演出送花篮,这样的友谊来意打 12月25日,有网友偶遇到杨子在北京保丽剧院现场看肖战主演的《如梦之梦》了 杨子工作室还送上了花篮 他们两人的友情也太稳固了余生,请多指教都拍摄结束两年了 还经常联系 看来不光粉丝对肖战恋恋不忘,可爱的杨子也是 肖战的《如梦之梦》北京站21号开演 第一场是纯公益的,制片方特意邀请了行业的专家、学者来观摩演出 目的就是想继续推广花剧 虽然肖战已经把花剧推到了一个制高点 但是年的肖战将不再续约了 那让更多人之小花剧的魅力成了这次北京站的一个小任务 当然这个预期已经达到了 与肖战合作过的演员,导演都会被他的谦虚、敬业精神所打动 而且就算电视剧拍摄完毕了,也会经常保持联系 这也见证了肖战的人品真的是值得信赖的 而且肖战一向低调,不喜欢把个人的私事放到公众场合 杨子和肖战能在公开场合互动,说明两人的友谊太好了 话说杨子一直在默默为肖战打气,在去年的星光大赏节目演出现场 杨子和肖战演唱完余生主题曲后,到了肖战独唱环节 杨子特意面向肖战说了句加油 星光大赏是肖战付出的首战,在上台前也是非常忐忑 从时不时摆弄衣服就可以看出他的不安 不知道风波一十个月之后,网友们会不会再支持他 结果他的顾虑是多余的,八秒红海让肖战感动到两眼泛着泪光 肖战和杨子的情谊值得称颂 两人合作的电视剧也有了要播出的消息 湖南卫视的版权到期,腾讯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播出时间近在咫尺了 而且这部剧目前的预告片播放量已经达到了4.5亿次 相信只要能播出,必将又是个爆款 所以希望杨子和肖战能再合作一次,拍摄更多的好作品吧 02肖战荣誉拿到手软,主演作品获得最高景气奖,三哥优秀 众所周知,肖战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青年演员 一直以来肖战多次因为作品得到关注和表扬 各种各样的荣誉,更是拿到手软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主演的作品《斗罗大陆》再次获得荣誉 拿到了最高景气奖,又是对演员们的高度认可,只能说肖战三哥太优秀了 原来,肖战和吴轩怡等主演的《斗罗大陆》获得得塔文评选的古装剧《最高景气奖》 播出这么长时间了《斗罗大陆》获得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奖项,确实是一部经典作品 话又说过来,肖战因为这部作品就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一双手根本数不过来 肖战三哥优秀,演员肖战非常厉害,这样的肖战,值得期待 对于肖战来说,不管获得什么样的奖项,作为演员的肖战,在工作态度这一点上,从来都没有发生改变 一直都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对待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登台机会 恭喜肖战,肖战值得 我们都相信,肖战还会继续努力,接下来的肖战,还有很多舞台和作品,我们继续期待就好了 肖战会顺顺利利,我们也要继续努力,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拿到手软,肖战实至名归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